2006年小说《后宫甄嬛传》在网络上爆火 编剧王小平读完后十分上瘾 便想让丈夫把它拍成电视 没想到丈夫郑小龙一听是宫廷戏 气就不打一处来 因为一直以来 郑小龙指导的都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 等最贴合百姓生活的现实类作品 他认为电视人应该有使命责任感 而不是脱离现实 一味的风花雪月 可是在此之前 很多宫廷戏说剧 把封建王朝美化成才子佳人的武谢歌台 严重歪曲历史真相 这些影视作品过度营造的虚假美好 让他对宫廷题材一度十分反感 可是没多久他转念异象 又觉得十分有必要开一部 揭露历史真相 对得起观众 对得起历史的良心宫廷剧 于是他便买下了小说版权 为了打造这部带有批判意识的古装剧 剧中仅有名有姓的角色 就高达150多人 阵容丝毫不亚于86版《红楼梦》 台词风格更是完全对标红楼 清朝人怎么说话 台本就怎么写 写好本子便开始挑演员 这时小说作者刘恋子 向剧组历见偶像蔡少芬饰演甄嬛 因为他在小说创作时 就是根据蔡少芬的性格来打造的甄嬛 可当时蔡少芬已经37岁 年龄实在有些偏大 只能饰演皇后 于是导演便将目光转向以灵气著称的周迅 可当时周迅正忙着拍画皮2 这个时候 郑小龙突然发现了小姨多贺中的孙丽 他觉得孙丽演技层次丰富 出演甄嬛 一定有掌控角色逐步变化的能力 便决定让孙丽来演 果不其然 孙丽对各种复杂情绪交缠的准确拿捏 从天真少女到黑化后的狠辣转变 都让奸妃之泪充满了动人力量 以至于导演郑小龙都忍不住说到 孙丽之前有无数个甄嬛 孙丽之后再无甄嬛 同样阴沙阳错的 还有剧中的华妃 刚开始导演想到的是范冰冰 可却因为档期和角色问题 对方并未接受 这时本来试镜曹贵人的奖心 突然跟导演提出 自己想试一下华妃的角色 没想到导演直接说 他说你不用试你不适合 我当时就不高兴了 我都试都没试 你为什么说我不合适 他也拍桌子也吼 真坏这个贱婢 这一嗓子不仅让导演刮目相看 也让他成为众多配角中当之无愧的主角 女演员一个个定好之后 男主角雍正却让导演犯了难 因为雍正登机时就已经45岁 如果选用与原著相辅的年轻小鲜肉 那是迎合了市场 这不符合史实 挑来挑去 他想到了陈建斌 觉得陈建斌成熟稳住 非常符合雍正身上那股劲 于是便顶着网友巨大的不理解 拍板定下了陈建斌 主要演员确定之后 导演郑小龙便带领着所有主创 一起进故宫找专家 为了真实还原历史 他们对当年 妃子们的穿戴衣礼装容饰品 进行了无比细致的考究 剧组甚至下了血本 请北京奥运会的化妆造型师 陈敏正做造型设计 造型师们 全日老照片 参照青史专家的解说 开出了三套预算 结果导演直接选了最贵的那套 目的就是对观众负责 于是三个设计组 三个多月的加班加点 穿珠子敲手势做齐头 每件金饰都是24K流金 镀银也必须使用真银 上至后非下至宫女 不同阶位所带的饰品 没有一样重复 140多套首饰 总价高达上百万元 一顶头饰仅仅连贴 这一道工序 就得花费七天时间 细枝末节上的完美 让人瞠目结舌 除了这些新打造的制品 剧中不少嫔妃 甚至还用上了真正的私家收藏 仅奖心头上带的真品老点萃 就价值整整十万元 除了首饰以外 剧组还为演员设计了 400多套衣服 每套衣服都上万元 仅为孙力一人准备的 就有68套 从前期的小清新 到后期的奸飞装 每一套都与众不同 光是试装 就让孙力从上午十点 一直穿到凌晨一点 首饰衣物极尽华美 拍摄场景更是极其考究 剧中的明星红布家剧 是剧组花200万 从北京运到横店 瓷器全部采购于江西景德镇 艳台都是上百万的真品 如此的道具阵仗 再加上豪华的演员阵容 让剧组觉得这部剧一定能够大放异彩 没想到 定装照刚发布 立马引起了一场 轩然大波 2009年 当导演郑小龙宣布 陈建斌演雍正 孙力演甄嬛时 网上一下子炸了锅 读者网友纷纷留言 靓丽美女竞成嘱咐大嫂 画样美男惨遍中年大叔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声 陈建斌孙力还没开始演 就遭到了演艺生涯中 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 为了对得起导演的信任 不仅言词晦色绕口 数量更是高达50多本 字数占了整部剧台词总数的三分之一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别人玩游戏 他背台词 别人吃东西 他背台词 甚至剧组聚餐 他仍然背台词 可是与他流利的台词相比 娘娘蔡少芬的普通话 念起绕口的苦风对白 却显得十分滑稽 和他对系的演员 经常忍不住笑场 最终只能用粤语完成全部台词 搞得所有人一阵蒙圈 导演郑小龙直接感叹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蔡少芬说上普通话 不过语言上的问题 并不影响他精湛的演技 在拍摄时 蔡少芬身怀六甲 却仍然坚持穿着高高的鞋子 情绪高涨时 生死力竭 甚至跪在了地板上 一句 臣妾做不到啊 更是火遍大江南北 可即便演员如此卖力 郑小龙对该片还是没有信心 担心拍出来没有人看 便前往隔壁 新环珠剧组刺探敌情 看完之后大喜过望 当场直演 甄嬛传绝对不比他差 五个月的拍摄结束之后 剧组又进行了 整整十个月的后期剪辑 因为拍摄时是冬天 演员们说话时 哈气很重 为了真实便将剧中 发生在夏天的场景 用特技将哈气处理掉 除此之外 由于是在恒电拍摄 周围全是连绵青山 而真实的北京故宫 墙外只能看到天空 追求完美的剧组 便硬生生的将 所有出现在镜头中的山 全部抹掉 这对一部90级的电视而言 简直不可思议 为了能够精简精简再精简 导演郑小龙又忍痛割爱 将原本已经压缩到90级的篇幅 再次减去14级 最终一部直戳人心的后宫争斗大剧 便在姚贝娜深情演唱的红颜结中 拉开序幕 2011年年末 历时四年之久的甄嬛传 一经播出便夺得各大卫视收视冠军 有的台甚至出现了早中 五三个剧场同时霸评播放的盛况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 甄嬛体横空出世 迅速入侵到各行各业 观众们被娘娘小主附体 张口闭口便是真真事 极好的 一时间满城进说甄嬛传 说话都是甄嬛版 剧中除了那些华丽的服饰 魔性的语言表述之外 这部剧真正吸引大家的 还是它独有的剧情 它以一个纯真少女 在皇帝后宫几经臣服 生死搏杀的命运诡计 很辣的撕开了封建宫廷的残酷无情 让人真切感受到 什么是一招选在君王侧 一入宫门 深刺海 那些在权势笼罩下的爱恨纠葛 那些暗藏在深宫的绝世红颜 一贫一笑足以倾城 奈何也化不了这深宫的兵 他们颜色如花 却命如一夜 或赢了权势 或输了所有 正如剧中那一个个嫔妃加厉 哪一个不是芳华好尽 为情断送 化作冰霜 点缀了这座进宫 正如主题曲描述的那样 天机算不尽 交之悲与欢 古今吃男女 谁能过情观